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了一个设计模式 也是咱们接触到的第一个设计模式 单态设计模式 也叫单粒 也叫单件 这我要多重复一下 不然呢 好多人我说过了单态设计模式 比如我老师 我的面试的时候 他问我什么是单件设计模式 我就没学过呀 或者怎么的 对不对 其实它是名称不同 好吧 那通过单态设计模式呢 咱们也重点的也巩固 学习一下什么 static静态关键字 修饰静态方法和静态属性 对吧 那这节课呢 咱们是上节课通过单态的 咱们也结束了静态的关键字 这节课咱们会接触一个新的关键字 cost的关键字 对吧 对 对那这个关键字是干嘛的 对那这个关键字是干嘛的 咱们说了 嗯 长量的值 这点就是吧 对 所以只能作为标量 那 长量呢 是在这块是用敌范定义的 而在家伙里边 声明长量是属于谁啊 final定义的 对吧 peerp是用敌范定义的 但是假如我这么写一个程序 你看啊 敌范 声明一个长量 root 比如说斜杠 youser下边的 啊 local下边 对吧 呃 liver下边 等等等等 你看 声明一个这样的长量 做不算 这很正常的吧 是不是过程声明长量的方法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在一个类里边 有没有用长量的时候呢 比如说diamor类 个里边 因为这里边是不是声明的传言属音 也是变量啊 比如说 public 这个道理不内容 是吧 嗯 比如说这里边啊 人的什么不能改的 比如人的性别不能改 对不对 因为一改的话 有可能出问题 除非去泰国或者去韩国 对不对 啊 那我能这么声明吗 几范声明一个 或者是比如说性别 对吧 然后 难 这样可不可以 我们先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出不出错误 告诉我们什么 语法错误 什么解析错误啊 所以呢 也就是在 长量 我不写这个呢 这就是长量声明 肯定没理的 对吧 说明什么 说明在类里边 对 不能使用 谁啊 几范定计长量 这是什么 不能使用 就什么 那类里边需不需要长量吗 需要 肯定需要吧 什么时候需要 当什么 当一些变量 就是成员属性 不需要别人改变值的情况下 肯定得用长量来修饰 就比如说性别 一出生 对象一代生 是不是就定下来了 没有必要后边说改来改去 对不对 那多麻烦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这些东西就得生为长量 为了保护这个安全 当然能用私有的可以保护 对不对 但是不是一回事 对了吗 私有的可以 但是那是在外边 那私有的内部是还能访问的 像性别自己都不能改变 所以内部也不能改变 对不对 所以呢 不能说 仅用私有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它还能够长量 对了吗 长量的刚说了 有很多特点 前面刚学长都说了 对吧 刚刚都说了 值得是标准类型 长量不能被释放 只有胶本结束才释放 对不对 最主要的长量值不能改 是不是这样的 另外 长量存储的区域也在哪呢 对吧 也在初始化静态中 胶本结束之后释放了 对不对 也是在这里边存储的 既然底范部都声明了 这话强调 好多人说这么写不行 因为预法不知识 肯定不行 对不对 对 啊 final又不能用 final是谁的 渣瓦 渣瓦里边什么长量 大家 那大家如果学过西家家的 知道西家家也会声明长量 在对象里边对不对 西家家怎么声明 不能 cost prp采用西家家的方式 用cost声明长量 对吧 那长量肯定是量上是变成长的 不能改 对不对 方法不能修饰 所以这个 修饰的 修饰的成员属性 为什么 长量 听懂吗 也只能修饰成员属性 看到了吗 也只能修饰成员属性 而咱们说了 final能修饰什么 类和方法 对不对 然后咱们又学 static 静态能修什么 属性和方法 而cost 当前就知道了 是不是只能修饰什么 只能修饰属性 修饰的属性 是不是就是长量 对吧 所以这里特点 第一个 长量 必定不是变量 对不对 怎么的 建议 使用大写 这咱们平时 在过程化里写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大写 这肯定是不是也是大写的 然后怎么的 不能使用 dl 总之 我就不多写了 因为咱前面是学过长量的 总之前面长量 有什么要求 在对象的成员属性 把它变成什么长量 就有什么要求 明白吗 是一样的 只不过声明方式不一样而已 就这点区别 对吧 那我还要提示 重点 重点我要提上 那还有什么呢 就是 长量 一定要 在 声明时 就给好 出职 你如果声明的时候 不给出职的话 后边能复上职吗 根本复不上 所以常来声明的时候 就是有常来名和职的 就这样 对吧 比如说 代表里边 假如有个性别 不能感见 怎么声明呢 cos s s 是大写了 没有刀符吧 等于难 对吧 那你说我怎么访问呢 那说了 我现在创建一个 代表对象 地等于 牛 呆蒙 是吧 然后 掉用地里边 再上 行吗 不行 因为这是 原来这变量的时候 到时候不去 到时候才可以做的 所以说 有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第三个 常量的 对 跟存在境内去 对不对 所以常量的 访问 方式 和 静态的 访问 方式 相同 咱这里边 我一直提的常量 是内重的 对不对 而且也是在 内加载的时候 它放到内存的 不属于某一个对象 就是这点吧 不是所有对象都 共用那什么的 它是共用一份的 对吧 那访问方式 也只能什么 相同 但怎么的 但只能 读 对吧 你不能改直 从于固执 常量是不去固执 你从于固执的 那怎么个方式 就是 这种方式 第一个 在 类 外部 使用 什么 类名 冒号冒号 常量 看到了吗 对吧 不能改直 只能固执 第二个 在类的内部 怎么办呢 使用 self 常量 明 就这个特点 常量的作用 到前面是说过的 对不对 常量的时日 是机段说过的 那只不过在类里边 怎么什么常量 咱们第一次说 就是靠 这就什么常量了 然后不用对象去访问 其他事 对方 只用类名访问 我这样的话 冒号 性别 我得改成女 行不行 可以 对 常量是不允许改变值的 对不对 不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吗 那我们看一下 稍息一下 肯定告诉我 是不错了 这是语法错误 语法错误 我就是常量改成 是不是语法错误 那你看 我读职呢 可不可以 这么难听出来 所以它就是这点东西 所以常量就是一个声明 前面加cost 记住了大写 前面没有刀了符 访问的时候 也是大写没有刀了符 而静态的是变两刀了符了 这会有一个区别 对吧 那在类内部访问 我们也试一下方式 比如说说话的方法里边 对吧 我就访问 我的 echo一下 我的性别是 对吧 连接self 性别 连接的换号 你看 对吧 如果这个方法的话 我不想创举对象访问的话 我怎么访问 sttc 性物件 静态里边一样访问 对不对 代文冒号冒号 sv 是不是就可以了 在类的内部 是不是使用类名去访问 内外部使用 类名去访问 类里边使用self 是不可以啊 所以没有太多的语法 就是把 defin声音的变成 host的声音 就完了 访问方式呢 就是因为毕竟属于类中生命的 对吧 它是存在静态出出发静态段的 对不对 所以跟静态访问一样用类名去访问它 在类内部用这些访问的就行了 希腊注意事项 跟原来常量一模一样 知道吧 好 那常量的知识点不多 咱们就叫到这里 那这也是咱们介绍的最后一个关键字 以后的关键字 假如说遇到都是一些小的关键字 咱们随时一说就可以了 对吧 那比较长度的关键字 咱们也是最后一个 那下来开始 咱们就开始学习 PeerP里边 面称对象语法 都比较有特点的东西 跟别的语言都不一样了 只有PeerP有的魔术方法 好 这节课我们就叫到这里 大家可以根据课件中提示的 在这里边 例子可以参考一下看一下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